第五章 外感发热,多种方法轻热血 外血来了,体内有寒的,体内有热的 有郁节的人都特别容易生病 因为所有的外伤病都是以体内环境的改变为基础的 1.大便不通,眼睛发直,下午发热,喝小盛气汤 下午发热,神志不清 大便不通,两手往空中抓东西,用小盛气汤 一位姓张的患者,40岁左右,得了外感病 大便不怎么通,每天下午3点到5点都发热 明显带有时间节律性 他的神志有点不清楚,手颤微微地摸着衣服边 有时候摸床边,被子边 危重病的患者就会有这种情况,是心神已经散乱的表现 古人描述得特别精准,一些老年人在病危的时候 手就会摸衣服边,在空中乱抓,眼睛闭着 他的眼睛是直的,看东西直愣愣的,实际什么都看不到 这时候他的是神经已经受扰了 换了多个医生,都说他到伤寒最凶恶的状态了,治不了了 这时候就请许舒威来了,他宅心人后,还是要努力一下 许舒威就说,虽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也要试一试 许舒威去了以后诊断完,说 情况真的挺凶险的,到了这种症候的时候,十个人里九个都会死 张仲敬讲过这种情况,但是没写治法 如果麦还有劲,这个人就能活 如果麦色,没力气,那这个人就不行了 而且,这位患者经过前面医生的治疗,吐过,已经伤了正气 许舒威就勉强又开了一个方子,如果大便通了,麦还有劲 树可料理也,或许就还可以治疗 于是许舒威就用小橙气汤制,他比大橙气汤的力道弱一点,里边没有芒消 但有大黄,厚朴,只是 患者用了一次小橙气汤以后,大便就通了 然后慢慢地开始恢复了,病症开始消失了 许舒威一摸他的脉,还有点劲,又调理了半个月,患者的病就好了 肠道不通,会说胡话,正气不足,用小橙气汤 这一服药扭转了格局,许舒威把患者从危重的状态抢救过来了 大家就问,为什么用药以后卖有进就还有救 许舒威说,这是张仲景讲的 张仲景说 张仲景描述得非常仔细,这都是因为肠道不通,扬名腐蚀,所以肠道里会产生各种毒邪 我们现在讲扰乱心神,实际上就是毒邪干扰大脑神经了,这样的人就会胡言乱语 张仲景说,严重以后,硬发了都不认人了,就会摸衣服边,摸床边 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人,我的老父亲患怕金森病,后来就有这种情况,这对古人来讲就已经活不了了 但是我一直在给他调理,我爸爸就维持了好多年 心里不安,然后微喘,眼睛是直的,看不见东西 卖闲,有劲的人,就能活 如果卖是微弱的,人就会死 病情轻的,就会发热,然后胡说八道 喝一次大成气汤,卸下了,就不要再喝了 对于病重的人,张仲景没讲治法,他只说卖色的人会死 病情轻微的就会说虎话,要用大成气汤治 许舒威也觉得困惑 他说,我曾经看钱仲阳写的小儿药症直觉 说手摸衣服领,没事就碾各种东西,是心神乱了的状态,这是干热 许舒威深受启发,说这个病症在伤寒论里裂在阳明篇里 邪热进入味精了,所以用大成气腾血 一方面卸阳明腐蚀之热,一方面卸干热 卸完以后,如果脉还是强的,就说明胃气还坚实 邪气侵犯不了,这时候患者是有可能就活的 因为患者的正气有点不足了,所以许舒威就改用小成气给他卸一下 把阻碍气机的物质卸掉,让患者身体的正气恢复 许舒威说 我曾经说过,您不能只看张仲景的书,有些东西您是悟不透的,这样您的思路就打不开 一定要看朱家的融会贯通,从这里边再去产发,体悟张仲景所讲的道理 这段话非常重要,阐明了京方大师,许舒威是怎么学张仲景的书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把张仲景的书位下来,他也看别人的书,降孙思秒的书等 我们从这里边就能发现,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张仲景经常使用卸下法 像这种危重的情况,许舒威就用了小橙汽汤卸下 保护好肠道菌群,不让毒素进入体内 我曾经讲过,任何引起身体气机运行障碍的东西,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疾病状态 尤其是在有外邪的时候,外邪清晰身体,就要动员能量去抵抗外邪 但如果有东西阻碍了身体气血的运行,就会导致抵抗外邪不利,使病情加重 所以,我们中医,一直力图清除这些影响气血运行的障碍 比如,我们有化鱼血的方子,卸下的方子,气血凝质了,还有温的方子 大家就知道,原来中医是要排除身体里的障碍,像扬明腐蚀的状态 大家不要小瞧肠道里边的组织,这非常重要 肠道里有特别多的菌群,甚至可以看作是人体的一个器官 正常的人可能有八九百种,有些吃得很健康的人,甚至有一千多种细菌 但是在城市里边,天天吃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人,打抗生素的人,可能只有五六百种 这些菌群里有有益菌,有害菌,还有一些中立的菌群 有益菌是帮助我们分解食物的,然后把营养运化到全身 有害菌平时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为患 中立的菌群不好也不坏,但它存在 我们每个正常人体内的菌群,重量应该是一两千克,这个分量比我们很多脏器都重 它们中的有益菌起了很大的免疫作用 我们的肠道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它跟我们的神智,性格,情绪,代谢状态,免疫强弱都相关 中医经常补皮土,让我们的正气充足,胃气强壮,其实跟有益菌的存在有关 菌群很重要,以后中医跟菌群肯定要结合起来 古人说不出来是菌群的原因,但它们这么用 山药、莲子这些东西都是有益菌喜欢吃的 而我们轻湿热的黄莲、黄墨,都是杀面有害菌的,是有针对性的 当然,在我们生病的时候,肠道菌群就会紊乱 有害菌滋生,有益菌数量减少等 这时候肠道就会变得不通畅,让菌群更加紊乱 比如,身体高热,体内菌液减少 肠道菌群生存的环境改变时大便就容易不通 导致有些有害菌会上行,进入其他位置 如果引起了神经系统的改变,比如刺激了脑神经 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神魂詹语 甚至是张仲景讲的,摸衣服边,在空中抓东西,像搓线一样 所以,当肠道菌群崩溃了,离人的身体崩溃也就不远了 古代的中医特别聪明,他们迅速地用大成汽汤 小成汽汤给患者谢一下,把肠道清空 改变肠道这种不利的格局,让菌群再生,患者马上就好了 这就说明,古代中医已经掌握了怎么调整肠道菌群 免疫系统,不让毒素进入体内,引起更大的灾祸 其实,按后世的经验,用完这些方法以后 您还要慢慢地补皮,帮助友谊菌群迅速恢复数量 可以吃山药,调皮胃,也可以吃点补中医气丸 六菌子丸,莲子这些东西,巩固疗效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保护我们肠道内环境的稳定非常重要 怎么保护肠道内环境的稳定? 大家可以多吃点五穀杂粮,少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些添加剂会杀灭各种菌群 小孩子用的抗生素,也会杀灭各种菌群 孩子的友谊菌群越来越少,他的身体就越弱 所以,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肠道的菌群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医治病的这些事 您就会看得更清楚 原来古人虽然不知道菌群的说法 但是处理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 古人确实非常了不起 二,女性特殊时期患外感,说胡话,用小柴胡汤 女子来越京时外邪进来了,引起热症就会说胡话 下面这个议案是公元1131年2月,在毗邻,在现在的长州 学官,主管考试教学的官员,王仲景的妹妹得伤痕病了 七八天以后,就感觉昏昏沉沉的,喉中的弹响的像巨子似的 眼睛闭着,像昏迷了一样 许舒威的一生比较坎坷,她考上科举,已经是岁数很大时候的事了 她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考科举,所以跟这些主考的官员都比较熟 王仲景的妹妹病得已经很厉害了,于是就请许舒威来看病 许舒威就问,她以前有什么症状 她的妈妈在旁边说,这个孩子得病四五天的时候 到晚上就开始胡说八道,好像有人问她话似的,跟见鬼了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患者突然说那边有一片云,开始胡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许舒威也很欣喜,就问她开始生病的时候,是不是正好来月经了 她的妈妈说,问对了,她那时候刚来月经 结果得了伤寒,身上热,月经就停了,又回去了 这就找到线索了,许舒威说这是热乳血氏也 什么是热乳血氏?热乳血氏,是一个术语 张仲景专门讲过,妇人再来月经时感受外邪了,就开始发热 白天好像很正常,晚上就开始沾雨 并发作得好像有节律似的,这就叫热乳血氏 其实在生活中,女性朋友们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这种情况 有外邪进来以后,身体最外边的一层防御叫太阳精,跟邪气抗争 如果没扛住,邪气就会往里走,杨明精就开始更加激烈地抵抗 杨明精如果也没抵抗住,这时候邪气就会继续往里走,进入少阳 少阳胆精,肝胆护围表里,肝胆相连,这时候就容易再肝,胆精出问题 女性生殖系统基本上是在肝精巡行的路线 所以,如果外邪没有被太阳精,杨明精拦住,入侵后 顺着肝,胆精走,进入女子的包宫,就会引起热症,较热入血氏 为什么外邪一下子就引入了女子的包宫?这跟女子来月经相关 女子来月经了,包宫的气血就空虚,外邪就会进来,组织女子包宫里边的脉道 而发热分气血,白天发热往往跟气热有关,晚上阴血主事 所以,在晚上热血就容易上扰心神,使患者胡说八道 热入血氏的另一个重要的指证是月经停止 其实以前很多妇女,尤其是农村的,大家有时候治病不及时,真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热血在身体里跟血相斗,当血因热血凝结时,经络不通了就会导致月经停住 所以,如果再来月经的时候突然感冒,月经可能就会停,这也是热入血氏的一个症状 这种情况下,因为热血会损伤体内的筋液,所以患者还会出现阴虚的症状 如口干,舌头特别红,烦躁等 过去说,如果您的外感了,热血被引入女子包宫了,多数情况是正好来月经了 但随着伤寒论的方字被广泛的应用,大家发现也没这么简单 比如,除了经期,产后或人工流产后女子包宫正好气血空虚 外血一下就进来了,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治疗女性生殖系统的各种炎症,疏卵管,卵巢炎等盆腔结地组之炎 包括一些感染,有了少阳经的症候,比如说定时发热,浑身发冷,胸内胀满,小腹满痛 严重的时候出现神魂沾雨,夜里胡说八道等,我们就都要高度怀疑这是热入血世了 其实对于女性来讲,热入血世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些都总结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学习 小柴胡汤专制热入血世 张仲景早就把热入血世写出来了,但是之前给王仲景妹妹看病的医生不知道 就用热药给她补了,导致胸格不利 为什么她的痰这么多?因为这时候就不应该补,三脚不通 所以痰痫会往上涌,喘得厉害,那怎么办呢? 许舒威就说,这个患者已经热到几点了,非常严重,必须先把痰痫化开,把热清掉 怎么把痰痫化开呢?她用了一瞎伞 一瞎伞主要是化痰的天南星,配点化痰西风的白浆蚕,全血 这是古代的一个方子,可以治疗昏迷 痰特别重的情况,尤其是这种急症 许舒威就给患者用了一点,过了两个时辰 她的痰痫慢慢的就少了,喘声慢慢的轻了,睡着了 从这天开始,她就不昏迷了 这是因为痰痫阻碍轻翘会让她昏迷,加重她的病情 一旦把痰化掉了,气息通了,人就不昏迷了 接着,许舒威用了小柴胡汤加生地黄 生地黄是补充筋液,养阴,凉血的 因为患者身体里有热,所以您还得给她滋阴 患者喝了三次,身体就不发热了,没出汗,病就好了 小柴胡汤就是专门治疗这种热入血室的症候的 因为这时候患者属于少阳症,与肝蛋相关联 小柴胡汤有从小肠往外透邪气的作用 柴胡 张仲景说,一位妇人中风了,七八天后得了伤寒 发热时间好像有节律似的 月经断了,这就是热入血室,血凝滞在身体里了 所以她发作像瘧疾一样,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 如果患者因为热往上破,头上总出汗,针刺七门血也行 大家一定要知道,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患感冒了 其实喝一点小柴胡颗粒可能比其他要多见效 小柴胡汤虽然就柴胡,黄芹,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这几味药 但能和节少阳,有把邪气往外倾的作用 现在甘气不足,甘胆失和的人特别多 所以小柴胡汤的应用特别广泛 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子,就想让大家知道,热入血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喝小柴胡颗粒也行 因为妇女患外感的机会比较多,女子跟男子的生理结构不同,一旦邪气往里走了 热入血室了,小柴胡汤就是主方,还可以往里边配点别的药 比如,清热的,透邪气的,滋阴的当归,少要等 后世,不同的一家配不同的方子,治疗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但核心一定是小柴胡汤,她把邪羊打开了,把邪气往外透,这样病才能好 大早 三,女性月经期间发热,晚上说胡话,刺气门穴 结胸是什么意思? 有一年,一位妇人患了伤痕病,身体忽冷忽热 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症状,白天正常,但是一到晚上就开始说胡话 而且还很狂躁,不能安宁 这时候,她的丈夫就来问许淑薇该怎么治 许淑薇对这种症状很熟悉,她说如果患者正好来月经了 感受外寒以后月经断了,这可能是热入血室 许淑薇诊断出来了,可能也给患者开了方子,但是书上没记载 第二天,患者的丈夫又来说她病重了,说明回去没按许淑薇的方法治 许淑薇后边写了,她找了别的医生,给她治错了 这就特别可惜,遇到了许淑薇这样的名医,开了方子,却没按她的方法治 结果过了一天,她丈夫跑来,说患者已经出现结胸的症状了 结胸是一个中医概念 有可能是我们在患外赶时,错误地使用了攻下的方法 导致正气受伤,挟气往里走陷入胸中 跟胸中的水影,弹热等相解所致 也有可能是并携在太阳,内传阳明,阳明时热跟腹中原有的水尸等互结而成 结胸症患者一般表现为胸斜硬,有触痛,微汗,但只有脖子以上汗出 终于把结胸分为小结胸和大结胸 小结胸是痰热互结心下,具体表现是一暗就痛,不暗不痛 条理小结胸,可以用小线胸膛,瓜楼,半瞎化痰,黄连清热解痰 大结胸以太阳表证为主,如果错误地用了下法,把邪气引入体内和胸中的水影相结 导致心下和少腹硬满,手一碰就疼得不得了 大结胸是疾腹症之一,非常凶险 治疗这种病我们用的是大线胸汤,有大黄,芒消等药,解胸中汁,往外去除水邪 除小结胸和大结胸之外,还有一种血结胸,就是上面的一暗的情况 血结胸是结胸症里一个特殊的类型,我们平时也不多见,具体的症状 许舒威一直没讲,患者的家属也没说,就说胸腕胀满,一按就疼 特点就是有淤血的止症,如容易忘事,小便多,不口渴 妇女在月经期外感伤寒,引起热入室时,用小柴虎汤就可以 但是患者请的医生给她制成了结胸症,现在用小柴虎汤就已经没效果了,使不上进了 所以许舒威就说,刺膝门穴可以治好,结胸症,可以刺膝门穴 膝门穴在乳头的正下方,第六类间隙 身体正中线旁开四寸的位置,是肝筋的穴位 具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泄热的作用,一般治疗肝筋的一些病症,如胸鞋胀满,疼痛等 有时候遇到胸乳中有明显的炎症,我们刺她就能把鞋气泄掉 这是中医经常用的一个穴位,平时我们情绪不好,有一些肝气不舒的病时,柔异柔都能起作用 许舒威就是用这个方法,把这位妇女的邪气给泄出来了,把病症解开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热入血是为什么会形成结胸症 许舒威讲,邪气进入经络和正气进行搏斗 这个搏斗的战场会来回改变,邪气随着经络运行 碰到来月经时,妇女的气血是亏许的,就相当于打开了大门,此时邪气承虚而入 血被邪气逼迫,进入肝经,导致肝经受血以后,患者就会说胡话 若没有及时治疗,或用错了治疗方法,血和邪气继续打,就会导致结胸 所以一定要刺气门穴,因为气门穴是肝脂膜源,是肝经很重要的穴位 如果没有邪气,血没有聚于胸中,用小柴壶汤就能解掉 既然已经聚于胸中了,小柴壶汤就无效了 而刺气门穴,是给邪气找出路 把邪气引出来,这样病才会好 这个病例比较特殊,许舒威讲了,女子受外邪以后有什么不同,血是怎么运行的 女性确实更依赖于血,因为其有特殊的生理结构,生理功能 许舒威论说了邪气怎么走,美越来越精实,邪气就容易进来,先入肝,再往里走就到单中穴了 就容易出现更严重的病症,这时候许舒威用刺气门穴调肝经的方法解除 因为,许舒威对人体的生理特征掌握得特别仔细 所以她用一个穴位就把问题解决了 女性朋友如果听了这个疑问,就会对自己的生理有更深的认识 4. 伤寒论越学越魅力无穷,白虎汤症的启发 白虎汤症有四大特点,麦宏大、大乳、热大和大克 白虎汤是伤寒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子,特别经典,历代一家经常用 开始的时候,这个方子主要治疗伤寒引起的阳明气氛的热症 后时我们也用这个方子治疗温病 因为温病有四个层次,较为气、瘾、血 温热支斜到了气氛的时候,会引起高热 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方子 白虎汤具体应用的症候有蛇质红、蛇胎黄、干燥 这是有比较明显的热症,麦宏大 跳得特别有劲,往往还带点滑,麦像滚珠一样咕噜咕噜的 后时吴居通总结了白虎汤症临床上的四大特点 1.麦宏大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指针 2.大热 患者大热,身体一定是高热的 因为身体动员起能量抗血时往往力量很强,所以会高热 3.大汗 这是吴居通认为的 但张希纯反对这个说法,他认为有的人就是不会出汗 出大汗的人非常少 方子里的生石膏,恰恰有帮助身体把热症往外透 让汗发出来的作用 过去认为,那种身体特别冷 没有汗的人,不能单独用白虎汤 还要配合点解表散寒的药 4.大渴 张希纯认为大渴就应该用白虎加人参汤 在白虎汤症里,张仲景没说大渴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高热的时候 人确实会渴,因为体内的筋液会慢慢不足 所以会渴 如果渴得很厉害,那就要加人参了 生石膏的妙用 在热症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白虎汤里的生石膏 关于生石膏,张希纯讲过好多 他也特别爱用这个方子 还专门写了好长的文章 说要深究一下白虎汤的道理 讲了很长一段生石膏的作用 他认为生石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寒凉 大家不用害怕 以前很多医生害怕 只用一钱,两钱 或者就用点熟石膏 这就坏事了 熟石膏是做模具的 是下去对人体是有害的 所以熟石膏外用可以 内用一定用生石膏 张希纯就批评无拘通 说他写温病调便的时候 限了石膏的用量 后来他年龄大了 有人把他给人看病的医案统计起来 发现他用了上百斤的生石膏 生石膏 张希纯就说 他年轻的时候经验不足 所以把分量定的比较少 其实量大也没事 张希纯自己也举例子 有的人有热症 就把生石膏严沉默慢慢吃 吃了很多 病就好了 胃口一点也没受影响 足以证明生石膏的药性是很平和的 他认为生石膏能把热血往外透 让人出汗 张希纯在某种程度上 极大的开拓了生石膏的应用范围 这就是他对中医的贡献 出麻疹后 高热不退 喝白虎汤 下面这个疑案 是刘渡周老先生用白虎汤的疑案 一个女宝宝三岁出麻疹后 高热不退 浑身出汗 一茶汗没出完 就又出一茶 孩子口渴 嘴唇干燥 一直在喝水 他的舌苔薄黄 黄就代表身体有热 脉像滚住一样跳得很快 这时候 刘渡周老先生判断 是比较典型的白虎汤症 高热 身上的汗液往外蒸发 嘴里渴 脉也跳得很厉害 至极当清热生惊 以防冻风静绝之变 处方 生时高30克 织母6克 至甘草6克 经理一大错 服一剂即热退 身凉 汗质而育 对于热症 如果症状很典型 用白虎汤效果就特别好 发热不退 喝白虎汤清热 下边这个也是刘渡周老先生的疑案 吕先生 48岁 在初秋患外感 发热不退 体温高达39.8摄氏度 到村医务室注射氨基比林等退热剂 几天后 发热到40摄氏度 感觉非常渴 是有汗出 而手足却绝冷 这是有热盘距于他的身体内部 导致阴阳割剧 气血不能通畅 所以手足绝冷 按中医术语来说 这叫真热假寒 一摸手脚是凉的 好像有寒症 但一摸肚子 额头 腋下 都热得不得了 这就是张仲景奖的绝腻 吕先生的舌胎是黄的 舌头是红酱色 比红色还要深一些 卖滑 而且跳得很厉害 用了白虎汤 声势高30克 芝麻9克 致甘草6克 精米一大错 仅服两剂 急热退绝回而病语 吕先生喝了两服药以后 高热退了 四肢也温暖了 并就好了 刘渡周老先生用的是精防 药量没增加也没有减少 芝麻 对于手脚冰凉的人 张希纯就加白毛根煎汤 如果您把白毛根的横面切一下 就会发现有很多细小的管道 都有通力之相 这就是经验 能治疗绝腻 这时候如果患者高热 手脚冰凉 身上滚烫 喝了白虎汤以后 按摩手脚 就能帮助经络通畅 只要手脚温暖 热马上就退了 气血就开始通畅了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例子 有时候喝下去半天不见效 按摩之后手脚一暖 马上热就退了 这就是中医的经验 身体特别虚的人 用白虎汤药加人参 张希纯后来就把这个方子发展了 他把方子简化了 张仲景 原来的方子是生石膏 芝母 制干草 精米 东北大米 张希纯有时候碰到高热的情况 就用生石膏配东北大米 熬粥 粥熟了就喝米汤 因为是热的 能让体调发汗 生石膏清理热 把邪气解掉 很多人都用过 但是特别虚的人就不能这么用 比如80多岁的老人发热 要给他清热 就不能给他用200克生石膏 因为他的正气太不足了 您一定要加人参 张希纯说 但凡您看到正气不足 卖跳的不是有力的人 就一定要加人参 张仲景特别谨慎 专门立了一个白虎加人参汤的方子 提示大家蓄的情况要注意 有时候 提表的协计比较盛 表症比较明显 我们就加散外含 解表的药 比如脂母 治甘草 现在白虎汤的思路 已经融入治疗外感病的整体思路里了 随时可以加减使用 当然我们要知道 第一有外感症的时候 您要用药物解表 第二 因需导致发热 不能用 要养阴 血可以引起的发热 也不能用 只有外感病引起的高热才可以用 吃多了肥肝后 会导致前额痛 喝白虎汤 下面是一个治疗头痛的一案 陈先生 35岁 头痛已经三年多了 反复发作 非常痛苦 在本地曾用中西药物 针灸 推拿等各种方法治疗 都没能解除 后又去正周诊治 在医院拍片 查脑血流图 脑电图 都没发现异常 医生诊断是肌肉收缩性头痛 用镇静止痛的方法治疗他 疗效不明显 于是求治愈中医 他的头痛以前额为主 前额是阳明经 两侧是少阳经 后脑勺是太阳经 头顶上是绝阴经 外则皮肤紧束 内则闷脏而痛 终日昏昏沉沉 记忆力减退 甚则心烦意乱 难欲成眉 眉则噩梦纷纭 唇干口罩 但不欲饮 蛇至红 胎薄黄 心烦意乱 蛇至红 胎薄黄 都是有热的表现 正常情况 舌胎应该是薄白的 舌头应该是淡红色的 很多人体内 会因为各种因素形成热 淤积在各个位置 阳明未经的热 一般是因为吃了很多肥干厚味 湿热 麻辣的东西 导致在身体里有热 表现出来也是阳明经症 所以心散止痛 方用白虎汤加胃 声势高30克 枝母12克 枝干草6克 精米15克 白纸9克 要进三剂 头痛注检 余症随之好转 原方再进三剂 头痛欲 未巩固疗效 上方又服两剂 半年后随访 头痛未发作 因为是阳明未经的问题 所以我们用治疗阳明热症的方法 白虎汤 其实 中医治病不是说一种药 就只能治一种病 任何疾病 只要出现了这些症状 都可以用这个方子 不仅仅是外感病 内伤病也是如此 您找到辩证依据就行 这位患者头痛 不是说白虎汤能治所有头痛病 这跟阳明未经有关 他上行走到前额 舌头红 台黄 外跳得很快 这些热症都有 我们就用白虎汤清热 阳明未经的热一清 头痛立刻就好了 我觉得一个有经验的老中医 他脑子里边有无数这样的诊断的模式 病来了 只要你症状说起了 他马上跟哪个汤的症候对应上 基本上方子开出来就见效 我们中医抓的是症候 只要症候你抓住了 不管什么病 马上就可以运用 就像出汗 各种各样的都有 有的出汗手湿 写字的只都湿了 这种情况很多 有气虚的 有阴许的 你只要通过线索找到是阳明经气盛 脾胃运化热 那就可以用白虎汤把它清掉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方法 所以说伤寒论越学越魅力无穷 多听方子讲一案 你就会发现 原来方子可以这么灵活的应用 白纸 5.身体高热 用白虎汤清热 肚子疼 胀满 气色不好 说胡话 一尿 用白虎汤 有一个叫李久的人 他的媳妇得了外感病 肚子疼 身体特别沉重 翻身都很困难 尿也控制不住 这时候他就请来了许舒威和别的医生 一位医生说 是不是有失血在他的身体里 许舒威说 不是 这是三阳和病症 许舒威看病有一个特点 他读伤寒论读得好 所以他就以伤寒论为根据 他说张仲景在阳明篇地识证里讲了 三阳和病 就是太阳 阳明 少阳三经都得病了 症状是肚子里边胀满闷 嘴里没有味道 脸上灰蒙蒙的 然后说胡话 一尿 这实际是三阳和病 以阳明为主 当身体开始非常激烈地抵抗外邪时 患者的身体就会出现高热 热充斥在体内 整个消化系统处于一种激烈动员起来的状态 就会导致肚子胀满 这实际跟阳明胃经相关 阳明和脾胃是互为表里的 所以和脾经也相关 当热过分了 已经成为一种邪气充斥经络时 身体运动起来就比较难了 嘴里也没有味道 我们感冒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嘴里没有味道 希望来点有滋味的东西 这也跟阳明胃经有关 脾胃开窍于口 如果脾胃出了问题 嘴里就会感觉异常 所以 阳明经的阳明症 实际是身体抵抗过度导致的 是消化系统在抗衡的一种表现 阳明症和太阴症都是消化系统的问题 阳明症是身体动员起来了很大的能量 在激烈地抵抗 这时候抗邪过度 所以身体会高热 而太阴是正气不足了 尤其是脾胃功能低下 身体开始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 都是消化系统的变化 这就是阳明症和太阴症的区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脸上像有脏东西似的 而正常人的脸上应该是光洁明亮的 其实这也跟阳明症有关 我们的经络跟脏腑都是密切相连的 显而易见 阳明症会引起消化系统的变化 尤其是以胃经为主 这时候大家就知道胃经上行是走到面部的 所以我们面部很多变化都跟脾胃相关 有的女性脸色不好 脸上长黄鹤斑 就要疏干 因为肝木厚尼克皮土 同时还要见脾胃 把脾胃打通 脾气可生 胃气可僵 脸上慢慢的就开始恢复了 所以 像调理面部的黄鹤斑之类的病变 是需要调脾胃的 三阳和病里以阳明经的病为主 所以 患者会口不仁 面垢 这都是胃经紊乱的表现 而胃尿 是因为患者身体高热 热血扰乱心神所致 尿是需要我们的神智来控制的 患者心神被扰乱了 他就不自知了 这时候张仲景就说不可寒 因为他的身体里很热 会伤筋液 而且没有表证 现在就不能发汗 一发汗 体内的筋液就会更不足 中医说血汗同源 您这时候发汗 心阴都会被伤掉 在病重的时候 要特别谨慎 如果这时候用下法 就容易伤正气 伤了以后 阳气往外拖 得上出汗 手脚慢慢变凉 所以 这时候要用白虎汤 清阳明气之热 许舒威给患者用了白虎汤 患者喝了三次 并就好了 白虎汤对应的是秋天 是一个清热的方子 中国古人特别讲究 东方青龙对应春天 南方朱雀对应夏天 西方白虎对应秋天 北方玄武对应冬天 中央为土 白虎汤对应的是秋天 是凉的格局 所以白虎汤是一个清热的方子 当我们体内有高热的时候 就可以用白虎汤清热 它的主要成分是生石膏 它的特点就是给您往外透热 生石膏配芝母 芝母清脆精的热 还有保存筋液的作用 是甘草 适合中的调和脾胃 配点精米 东北大米 这些东西一起熬 熬到精米熟了 喝汤就可以了 精米的汁有保护脾胃的作用 可以使用更长时间的留在中胶发挥作用 张西纯认为 精米不如淮山药 淮山药熬出来的汁液也是粘稠的 用淮山药代替精米 也有保护脾胃的作用 而且效果更强 能补肺 补皮 补肾 浮正气 所以张西纯用白虎汤时 往往会把精米换成怀山药 在临床上 白虎汤一般会用在山寒化热 传入阳明经 气氛热胜 身体高热的时候 因为身体动员能量积极抗邪 但是抗得特别厉害 动员太过 就会产生高热 这时候就会伤害自己 在瘟疫来的时候 患者死亡并不是因为病毒有多厉害 而是身体动员太强了 免疫细胞开始攻击自己的脏气 导致的免疫风暴 这时候中医非常聪明 他们利用白虎汤清凉的作用让你凉下来 把热往外透 让身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如果您冷得浑身发抖 面色苍白 手脚冰凉 用白虎汤肯定是不对的 在195几年的时候 河北石家庄爆发脑膜炎 当时请老中医来治 老中医认为这是阳明症 患者身体处于高热状态 于是用白虎汤就把问题解决了 中国古代善用白虎汤的人特别多 尤其是善用生石膏的一家特别多 像妙西雍 郁佳妍 吴居通 张希纯 都是用生石膏的高手 其中吴居通认为 没有汗的时候 不能用白虎汤 吴居通说完以后 后事就把这个当做经科预律 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切实际 后来看到张希纯说他太教条了 认为吴居通血温并调遍的时候还很年轻 对有些东西的理解不深刻 对好多事都很谨慎 后来张希纯临床经验丰富了 就放开了生石膏的用量 张希纯说 伤寒的人里又可有出大汗的 是个人里不过一二人而已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治疗的话 白虎汤基本上就没啥可用的了 一个患者 高烧热的不得了 舌太黄 今夜马上要伤了 这时候就该用白虎汤 如果没出汗您就不用 那是不对的 这时候恰恰要发汗 生石膏有透汗的作用 能把汗发出来 张希纯说他行医五十多年了 用生石膏往外发汗太正常了 如果用白虎汤不出汗 就配以前连桥 蝉退或者荷叶 汗马上就出来了 并就好了 我觉得张希纯的经验是比较老道的 白虎汤 一定要在患者大汗的时候 才能用的观点 是比较教条的 现在很多医家都有张希纯的这种想法 我们现在认为 用白虎汤必须要有四大症 大渴 大热 大汗 卖红大 这四大症是用白虎汤的主要支撑 为什么渴 是因为体内热太胜了 把筋液耗干了 这时候您就会觉得渴 但是有的人未必渴 张仲景说 渴了以后要加人参 叫白虎加人参汤 不渴的时候 用白虎汤就行 卖红大 是说卖跳的有劲 实际上 这四大症都是后世家的 但是都被张希纯驳斥斥了 我们学白虎汤要掌握核心 阳明气氛热胜就行 大家学的时候不要叫条 这里边最核心的其实是生石膏 张仲景用生石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思路 就是当体内热胜的时候 尤其是阳明气氛热胜 把热血往外投发出来 后世温病学家 其实很多用的新凉截表的思路 都是跟这个思路学的 从这个方向发展来的 我们学了这些知识以后 一辈子遇到热病的机会特别多 甚至真的会出现这种高热危症 哪怕是孩子的一个普通感冒 有时候也会热到精觉 抽筋 甚至出现问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解除热血的状态 让身体恢复正常 张仲景的这个方子 开创了一个法门 就是当您的身体特别热的时候 可能是身体进入了一种夏天的格局 所以就用秋天的格局来给您换下来 让身体凉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做法 其实现在西医也没有这套思路 生石膏能杀灭病毒吗 不能 但是用了它以后 热退了 身体就恢复了 病毒也没了 被您的身体赶出去了 我们再调整您的身体的四季格局状态 这就是中医高明的地方 路 白虎汤加人参汤 二合一效果惊人 体虚的人用白虎汤 需要加人参 前面讲了白虎汤 其实白虎汤远没有白虎加人参汤应用的范围广 有一个叫王武经的人 他得病了 呕吐 医生觉得他是体内有热 就给他往下泄 结果 病了八九天以后 内外都开始热起来了 这时候他就找许舒威来诊断 许舒威一看 说要用白虎加人参汤 旁边就有人说 他已经吐了 又泄下了 身体应该已经很虚了 白虎汤加人参汤的底子是白虎汤 这能用吗 许舒威就用张仲景的话来给大家解释听 见太阳偏二十八正 仲景云 若下后 七八日不解 热节在里 表里聚热者 白虎加人参汤 正相当也 现在 他的症状和方子的汤症对上了 那就可以用 患者又吐又鞋之后 导致脉虚大 所以应该就用白虎加人参汤 于是 许舒威就给他喝了三次 患者的病就好了 许舒威看过很多这样的病例 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 我们要学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汤的应用很广泛 它的主要成分是生食膏 当我们体内有外血引起的热症的时候 多数是用这种方式往外清热 把表血解掉 不发汗的人 也能用它把热消掉 生食膏是一个特别好的解热的药 它主要的有效成分是含水硫酸钙 但是含水硫酸钙不溶于水 您用水熬 熬不出来多少 如果您用100克熬 溶出的成分没有很大的差异 可是我们中医认为 10克生食膏跟30克生食膏 跟100克生食膏的药效 可差的太多了 这在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谜团 生食膏到底是怎么退的热 大家也在研究 这很奇妙 经过张希纯的论述 实践 证明了生食膏挺平和的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但是我们依然要谨慎 人参 以我的经验 但凡是身体正气不足的人 如果单用生食膏就会有点不良反应 但用上人参以后就没问题了 张希纯的经验更多 他经常用这个方子救人 我的方法也是跟张希纯学的 而张希纯是跟张仲景学的 通常来讲 白虎加人参汤 就是生食膏 织母 织干草 精米 再加上人参煮 等米熟了以后 把渣去掉就可以喝了 张仲景原文说 服了白虎汤以后 出了特别多汗 结果又心烦又口渴 脉红大者 就是汗出太多了 正气反而受伤 里边又热 体内精液不足 所以加人参有补气 生精液的作用 许舒威把伤寒论背得特别熟 他说 重景称伤寒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 热解在里 表里聚热者 人参白虎汤主持 他就跟伤寒论的原文对上了 患者怕疯 大可 精液不足 吐下 说明正气肯定受伤了 然后又给他用药泻 结果病邪没解掉 热在里边就越来越厉害了 这时候患者又怕疯 正气又不足 舌上干燥而烦 总想喝水 就是今夜受伤了 所以就用白虎加人参汤 给他清热 人参服正气 生今夜 张仲景其实讲得特别清楚 当人的正气不足 体内又热 气阴两伤的时候 可以用白虎加人参汤来调理 脉服 发热没有汗 不能用白虎汤 张仲景又说 伤寒脉服无汗 发热不解 不可与白虎汤 脉服说明有邪气 发热没有汗 是外血没解掉 这时候就不能用白虎汤 因为你要先用麻黄汤等其他汤来截表 可与饮水 无表证者 白虎加人参汤煮汁 可与饮水者 口干舌燥者 白虎加人参汤煮汁 有时候特别渴 想喝水 但是没有怕冷的那种 外赶在体调的状态的时候 就用白虎加人参汤 怀山药 很多文字讲的大致差不多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征 热但是没有明显的渴的症状的时候 可以用白虎汤 感觉渴的时候 说明今夜已经大伤了 就要加人参 白虎加人参汤 就是治疗阳明热胜 耗伤气阴或者热病导致气阴两伤的这种情况的 我们的经验就是 您想用白虎汤的时候 要考虑一下 人的正气是否充足 尤其是老人 孩子等身体虚弱之人 如果您想用白虎汤 我劝告大家 可以加上人参 哪怕是党参都行 能帮助您辅助正气 这样 白虎汤里边声势高的作用就发挥得更好了 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生活中得了外感病 搞得表里聚热的人 有几个人正气特别足 所以 相对的看 白虎加人参汤的应用 要远远多于白虎汤 因为正气不足的人太多了 或多或少您都可以加点 我们最好把房子里的精米换成怀山药 我以前就这么用 因为我认为各有作用 放里边也没坏处 张希纯说把精米 怀山药替换掉 滋补的作用更好 但我觉得留在里边也没事 多熬点汤喝 万无一失 在古代的时候 白虎汤应用的很广 但也有一些限制 比如 立秋天气变凉了 就不用白虎汤了 但如果真遇上这种情况 大家也是可以用的 身体虚 肚子胀闷 身体沉重 移尿 用白虎加人参汤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许舒威用白虎加人身当看病的故事 有一位妇女得了外感病 肚子胀闷 发汗后言语失常 身体沉重 转身都困难 尿自己出来了 我认为是热扰新神 同时又干扰了神经系统的运行 这时候 患者就请其他医生来看 医生说 不可置也 甚觉已 他的尿都出来了 说明肾气已经蓄了 治不了了 没活路了 家里人吓坏了 赶快把许舒威找来了 许舒威功夫高 但是有点脾气 对那些诊断不清的人说话不客气 他诊完了就问 何谓甚觉 一家曰 众警卫搜遍遗失 狂言反目直视 此谓甚觉也 这就是读书只读了一半 看东西没看到重点上 许舒威就说 这是三阳合并 太阳 少阳 阳明都有病 但以阳明为主 您怎么能说是甚觉呢 这人肚子胀闷 身体转侧不方便 嘴里没有味道 发汗后就胡说八道 那是正气大亏了 这种情况就要用白虎加人参汤 这位妇女喝了几次以后 病就全好了 换外感 高热的时候 用点生石膏 中国古人特别聪明 从大地的矿物质里发现了生石膏 知道它有透热的作用 再配点织木 大米 甘草 喝下去就能把热清出来 让身体恢复正常 我讲过 在我们的一生中 会遇到很多有热症的情况 这时候就要用退热的思路 我给人看病 生石膏用了很多 我觉得真的特别稳妥 透热效果非常好 古人特别聪明 发现身体虚 用白虎汤的效果可能没那么好 就配人参 一边浮正气 生金液 一边把热往外透 叫白虎加人参汤 我觉得这个思路基本上是万无一失的 除非您发热不是热血导致的 是气虚 阴虚 血虚引起的发热 多数外感病 只要是病在气氛都可以用 效果非常好 在调理外感病 包括瘟疫的过程中 其实生石膏应用的已经特别广泛了 一般大家换外感 高热的时候 用点生石膏就行 成人用15克到30克就可以了 有时候高热严重 想赶快退热 可以用50-60克 您再配点人参 效果应该非常好 我往往是没退热的话 就再多加点 直到热退了为止 高热往往会消耗身体的正气 尤其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 所以 这时候用生石膏把热鞋透出来是关键 张希纯积累了大量的用生石膏的经验 我讲过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其实 用生石膏治疗外感病的热症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中国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智慧 我们学中医学的就是这种智慧 去改变身体的格局 让身体恢复正常 7 口苦 厌干 胃口不大好 眩晕 喝小柴虎汤 舌疹很厉害 定位年5月 许舒威的同乡行员挥得了伤寒 忽冷忽热 疲惫 胸口感觉很闷 舌上有白滑胎 前面很多议案都没有记载 患者的舌疹是什么样的 这是第一次出现舌疹的记载 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舌疹呢 其实舌疹的发展要远远晚于脉疹 皇帝内经里 虽然有很多地方记载了患者的舌头的情况 把舌疹当作一个诊断指标 但是当时没成体系 只是偶然提出来的 不是普遍性的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 舌疹开始应用于临床 虽然出现的也不多 但是很明显 张仲景在看病的时候 他已经把舌头的形态如何 作为判断疾病的指征了 唐代孙思淼的书里也有点舌疹的记载 但是不多 到元代的时候 才出现了一本叫《熬式伤寒经经录》的书 它是舌疹的第一部专注 汉族有一位姓熬的医生 把舌疹跟伤寒病结合起来 总结出来伤寒病到什么阶段 舌疹会是什么样的 这时候 舌疹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大家也才开始总结舌疹的各种表现 舌疹的出现跟外感 伤寒是紧密相连的 它是为了解释伤寒而出现的 后事不断的发展 到明代太医院的院长薛丽斋说 他特别好奇有人看病特准 私下问了之后才发现 他们看过舌疹的书 薛丽斋想借来看 但别人不借 自己在家里偷着用 后来薛丽斋到南京赋任 在南京太医院找到了《熬式伤寒经经录》 上面讲得很清楚 还有彩图 薛丽斋宅新人后 境界很高 他就把这本书刊印出来了 从此 天下的医生都能知道 原来看病还可以看舌头 从这时候开始 人们知道了舌疹很厉害 到了清代 温病学说出现了 他跟伤寒不一样 温病学家发现 受寒了的舌头是白的 而有热的舌头是红的 紫的 于是 他们开始重视舌疹 在温病学家手里 舌疹出现的次数开始多了起来 枕脉未必能看得出来 但是看舌头就能看得分明 患者是寒还是热 一看舌头一目了然 这样 清代舌疹一下就蓬勃发展 迅速成熟 出现了很多舌疹专注 然后 医生看病基本上都看舌头了 在这里 许舒威看病也看了舌头 他说 舌上滑胎有树症 有阴阳脉紧 鼻出涕者 有脏结而不可治者 有温脏丹田有热者 有阳明 学下奸者 这就是阳明症 如果外邪来了 进入了阳明的状态 患者就会上交气机组织 觉得斜下硬 大便不通 此时可以用小柴胡汤调和气机 把气机打开 带上交通畅 今夜能往下来时 大便就通了 身体出了汗 并就能解掉了 许舒威说此证属阳明 一只子汤补置于前 小柴胡寄于其后 数日汗茧而育 用枝子汤催吐 接着用小柴胡汤 几天后 患者的病就解掉了 舌头的形状是尖尖的 上面有白苔 干燥或是湿润 舌苔很厚 用小柴胡汤 张仲景的方子写出来了 他有没有用厚实也不知道 但许舒威用了 张仲景说的小柴胡汤的汤症 是舌上白苔 许舒威这里说的是舌上滑白苔 舌疹是一直在发展着的 张仲景说舌上白苔 那就是小柴胡汤症吗 不一定 很多病症都是舌苔白 张仲景只是做了一个描述 小柴胡汤症的舌像是什么样的 这正是我所研究的 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就琢磨 张仲景既然特意讲了舌上白苔 我就不断地研究 慢慢地就找出来了 要用小柴胡汤的人 舌头的形状是尖尖的 上面有白苔 因为它的气肌郁结 有的是干燥的 也有的是湿润的 但是往往舌苔很厚 小柴胡汤症 不是简单地患了伤寒进入的少阳症 很多人在平时 因为气肌郁结 肝胆失和等 也会出现这个状态 应该说 少阳症是肝气不舒体质的人 得了外感以后更容易进入的一种状态 可见 外感和平时内伤互为因果 这是我们学了伤寒论以后慢慢悟出来的道理 以前认为外邪来了就容易进入这种状态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跟情绪相关 有的人平时压力大 肝气不舒 他得了外感后就更容易进入少阳症 口苦 厌肝 目眩 不欲饮食 往来寒热 胸邪胀满 烦躁 失眠多梦 喝小柴胡汤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见到情绪不好的人更容易得外感 有的人甚至生了一场气 或者有压力 焦虑了 马上就会换外感 我在临床收集了一些患者舌头的照片 发现有的人的体质是寒的 这种阳气不足的人 在温度下降的时候更容易受寒 有的人是今夜不足 阴虚的状态 在天热的时候就更容易感受外邪 除了这两者之外 我观察到还有相当比例的人 他们的舌头形状是尖尖的 舌苔很白腻 这样的人平时就肝胆失和 肝气不舒 气急是预解的 所以身体里的防御部队不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 外邪来了 体内有寒的 体内有热的 有郁节的人都特别容易生病 因为所有的外伤病都是以体内环境的改变为基础的 如果您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身体里一切都好 外邪怎么能感染您呢 这样的人生病以后 更多表现为少阳症 就是口苦 厌干 目眩 默默不欲饮食 往来寒热 胸鞋障满 容易烦躁 失眠多梦 张仲景也关注过舌头 他说舌上白胎 还应该补充舌头的形状是尖尖的 舌边是红的 但是看不清楚 因为舌胎特别厚 往往都遮上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研究总结 丰富张仲景的这些论述的话 我相信 张仲景的方子应该会被大家更广泛的应用 许书威治疗行员辉的这个议案 其实非常简单 患者的舌上有白胎 写下账满 有偶 往来寒热 所以可以端定患者是小柴胡汤症 于是许书威就用了小柴胡汤 许书威在这里把舌疹提出来 就是在提示大家也要重视舌疹 我给大家阐述了一下 为什么小柴胡汤症可以这么用 其实 有些中医还不理解 现在说舌头的形状尖 那是舌头用力了吗 不是的 您随意地一伸舌头 形状是尖的 就说明您的精神处于焦虑的状态 昨天有一位朋友 说他家里的亲属 每天早上起来就呕 到处检查 就怕自己得了食道的疾病 我让他把舌头的视频发给我看 舌头伸出来 往回缩的时候 是尖尖的 我就说这个小伙子很焦虑 给他开了一个方子 让他注意减压 结果晚上他的亲属回复我说 他现在压力确实特别大 又害怕自己得绝症 张仲景说患者舌上白胎 我们就应该把舌疹丰富起来 小柴胡汤症 基本上就可以先参考 是不是少阳症 再问有没有口苦 咽肝 胃口不大好 眩晕等问题 张仲景说 但见一正便是 您但凡碰到了一个症状 就可以确定下来 这个议案向大家介绍了 舌疹的发展历史 希望大家能一起丰富舌疹的内容 为中医添砖加瓦 8.小柴胡汤不仅致感冒 情绪失常也能用 心烦 恶心 口酸水 两些痛 胃口不好 胸闻 失眠 多梦 喝小柴胡汤 董琪弦得了伤寒病几天了 身体的腋下到小腹这两侧 连着肚脐都疼得不得了 于是他就请医生来了 医生就说 是因为正气不足 水湿泛滥等导致的阴痕内盛 气往上冲 从肚子顶到阴喉 像一只小猪在奔腾一样 这时候许舒威正好来了 他分析 这不是奔屯症 而是少阳症 少阳胆经起于外眼角 从这开始绕到耳朵后 绕着头的侧面走 进入风驰穴 向下 走到身体的侧面 最后到腿的侧面 现在 我们就常常敲身体两侧的胆经 来保养身体 有的中医认为 经络的分经和伤寒论的经 不是一回事 是分开的 但许舒威就把经络 和伤寒论的经缘在一起 他在考虑病情的时候 还考虑了少阳经的走向 中医是一个整体 各个系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这就拓宽了我们看病的思路 他说写在此经的时候 就会有少阳症 会心烦 容易恶心 饿酸水 有时候往外挨气等 重景云 太阳病不解 传入少阳 斜下满肝藕者 小柴胡汤煮汁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子 小柴胡汤 许舒威让患者喝了三次 出汗了 并就解掉了 小柴胡汤是少阳症的主方 这个议案很简单 是最早应用伤寒论的方子 来治病的议案 列小柴胡汤的治病经验 这个议案肯定要列在第一个 许舒威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 您以后谈小柴胡汤的应用 就绕不开它 现在只感冒 经常会用到小柴胡颗粒 小柴胡汤的方子其实很简单 主要就是柴胡 黄芹 人参 半夏 加点甘草 生姜 大枣配合 至少阳症 我讲过 当寒血来到体调 正气最开始在太阳经与其抵抗 如果抵抗不住 邪气往里走 身体调动起来更大能量 战斗会更加激烈 身体会出现高热等反应 这叫阳明症 这时候如果邪气继续往里走 身体的能量就可能不足了 一会儿打一会儿停 会出现忽冷忽热的表现 这叫往来寒热 就是少阳症 这时候书肌就要转了 如果正气再抵抗不住 身体就会开始衰弱 张仲景说 这是正气不足 血已经弱了 体调孔撬开了 邪气往里走 在身体的两侧跟正气斗争 湿而停 湿而继续打 影响了食欲 然后脏腑相连 齐痛臂下 邪高痛下 故事偶也 要用小柴胡汤来调理 小柴胡汤是少阳症的主方 少阳症最主要的指征就是口苦 我遇到的嘴苦的人 甘气不舒 甘胆失和 少阳症非常多 占90%以上 所以 嘴苦是少阳症的一个标准的症状 第二个是咽肝 嘴里总是很肝 然后目眩 就是眩晕 有的人甚至晕倒在地上了 第三个是不遇饮食 胃口不好 说明消化系统有问题 实际上很多胃病都跟情绪不好有关 还有往来寒热 身体忽冷忽热 甚至像是发烧了 脾气大 心烦爱发火 我经常讲 脾气大的人 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您必须问家人 他爱不爱发火 脾气大不大 旁边的人最清楚 容易呕吐 反酸水 尤其早晨最明显 早晨对应的是肝 肝胆与其他脏腑互为表里 所以他们会互相影响 失眠多梦 这个症状张仲景没讲 我现在看少阳症的人失眠多梦的情况特别多 甚至算是主要症状 多梦的人 基本上都肝胆失和 这是少阳经有问题 还有两些胀痛 身体的两侧疼 这也是少阳症的表现 出现上述表现的时候 就用小柴虎汤来调理 感冒过后 蒸气不足 但凡有一个小柴虎汤症的症状 都可以用小柴虎汤 小柴虎汤的组成 我们一定要熟悉 去药店买小柴虎颗粒的时候您得懂 小柴虎汤里柴虎的量最大 它是主要 柴虎是温热之药 是往外散的 它能够疏干胆经的邪气 黄芹是凉的 清热的药 它能清肝胆之热 绍阳经 三胶经之热 柴虎配黄芹 这两个一热一凉 可以解表清热 拌下和味 酱腻 化痰 让气往下走 而柴虎的药性是往上发散的 一生一酱就把您的气机打开 含热并调 生姜是辅助拌下的 有酱腻植藕的作用 接着配人参 大枣 张仲景说的是血弱气劲 人参是补气的 大枣有养血的作用 甘草也是补气 合中的 生姜 大枣有调和脾胃的作用 配合甘草合中 脾胃之气足了 胆气才能往下降 甘气才能往上升 有生有降 把胸中的郁节打开 把弹湿化开 气机生姜恢复正常了 才能把邪气赶出去 小柴胡汤这个方子虽然简单 但是有生有降 有寒有热 能把中胶打开 还有补脾胃的作用 让脾胃的生姜功能恢复 中胶不郁节了 邪气慢慢就散掉了 甘草 当我们遇到外感 邪气往身体里走 出现呕吐 眩韵 口苦等感觉时 您就可以按照张仲敬所说的 但见医症 便是来用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是一个广谱用药 它不仅和节少羊的效果特别好 对太阳经 阳明经出现相关的症状 也基本上都能解决 有的老中医有经验 治疗外感以后 最后咳嗽怎么治都治不好 就用小柴胡汤 这种外感过后蒸气不足所致的咳嗽 就是张仲敬所讲的血弱气筋的状态 这时候您就可以用小柴胡汤 小柴胡颗粒也可以 都能把邪气解掉 情绪不好 吃加味消耀完或用小柴胡汤加味 小柴胡汤是张仲敬治疗外感的经典方子 但是现在治疗内伤病的过程中用的也很多 肝胆两脏互为表里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很多人是肝气不输导致的肝胆失和 就是肝气不生了 胆气不祥了 最后愈结愈终 这类人找我看病 我一看他的舌头形状尖尖的 就会问他嘴苦不苦 只要说嘴苦 我就继续问是不是失眠多梦 有没有感觉胸总是闷胀 是不是有时候网上反酸水 有没有总是感觉头晕 这些症候 一般或多或少都有点 对身体感觉特别不灵敏的人会说没有 他也经常晕 但是感觉不到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我问 你偶不偶 其实他没事就偶 但是他没在意 所以他说没有 结果后来慢慢想起来 还真有偶的情况 这就是情绪引起的肝气不输 肝胆失和也是少阳经的问题 我经常说小柴胡是治疗肝气不输的 直接讲结果 但实际它是和姐少阳的 记得有一次我在拍电视节目 我说小柴胡汤治肝经的问题 现场观众就有人提出来说 您说的不准确 应该是治肝经的 我说 对您提的意见特别好 我经常这么讲 习惯了 其实应该用更准确的说法 小柴胡汤适合姐少阳的 我们现在已经把小柴胡汤用得非常广了 原来用它治外感病 实际上治外感病的方子很多 不一定都用小柴胡汤 只是有少阳症的时候用小柴胡汤立竿见影 我现在都是用小柴胡汤来调情绪的 情绪不好导致身体出现各种问题 就在小柴胡汤里加东西 比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就是在小柴胡汤里加龙骨 牡蛎 桂枝 符灵有时候也加点大黄 但基础是小柴胡汤 符灵 我们将伤寒论的方子扩大了使用的范围 张仲敬讲的人体的反应 在外邪来的时候有 情绪不好也有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用于调理情绪不好 但有时候 您情绪不好 除了服用小柴胡颗粒 也可以吃家味逍遥丸 帮您疏解开中交的玉解 这就是古代金方的魅力 一般几服药就能解决问题 见效非常快 我曾经见过情绪引起的皮肤问题 用了几服小柴胡汤就开始退了 所以 小柴胡汤确实是一个疏干利胆 能够把玉解散开的方子 但大家要知道 不能说这东西好 我就吃一两年 所有药都是中病极止 不能多吃 日本曾经有一个大医药公司 认为小柴胡汤太好了 所有的老百姓都应该吃 无论什么病都能治 结果大家吃了两年 就有人出问题了 比如肺炎等 他们就把这家公司搞得很惨 赔了很多钱 是要三分毒 要能调整身体 但要有一个量 您不能一吃吃好久 所以 这也是一个警示 告诉大家中病极止 我们一般吃一两周或者三四周 这是没问题的 张栋井的方子 不会让您的病拖很久的 他的经方不过三 只要对症了 基本上三服药就能解决问题了 我遇到过很多中医 但凡碰到患者情绪不好导致的疾病 就用这个方子调理 效果非常好 甚至有传说 有的老中医就用一个小柴虎汤打天下 所有的患者都用小柴虎汤加解 我以前认为不可能 后来发现 来的绝大多数患者生病都跟不良情绪有关 用了之后结果还真行 九大柴虎汤和小柴虎汤的区别在哪里 当含邪侵犯身体时 我们身体的抵抗有六个层次 下面这个议案是介绍大柴虎汤症的 一位姓讲的倒是生病了 开始的时候 她有点心烦 感觉恶心 往上呕 胃气往上走 伤寒论就把这些症状串起来了 建立了汤症 心烦洗呕 往来寒热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少阳症 治疗以小柴虎汤为主 少阳症是什么意思 当外邪侵犯身体时 张仲景认为我们身体的抵抗有六个层次 一太阳症 代表外邪刚刚来到身体 身体的表层开始抵抗外邪 是身体跟外邪交战的最初阶段 二阳明症 这时候外邪再往身体里进了 身体开始动员全部力量抗击 所以有时候抗击会过分 出现高热等 三少阳症 如果还没抵抗住 外邪继续往里走 身体的抵抗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一会儿有能量 一会儿没有 就像打仗似的 一开始全力攻打 打着打着弹药不足了 那就组织一个会战 没有会战的时候 身体的功能就低下一切 有会战的时候 身体又动员全部力量激荡起来了 这时候就会出现往来寒热 身体一会儿热一会儿凉 寒热交替往来 这是身体能量开始不足的表现 如果在这个层面 外邪还没被解决 身体进入功能低下的状态 就会出现一些身体内脏功能不足的症候 比如说太阴症 这一层面并未大部分在脾胃 这就说明脾胃的正常 疏不营养的功能有点不足了 开始处于低下的状态 五少阴症 少阴症就是外邪侵犯到更里边一层了 肾气开始不足 这时候身体抵抗外邪的力量就更不足了 有一些肾经亏虚的表现 六 绝阴症 再下一层是绝阴症 实际上 这时候已经到生死的边缘了 如果往好的方向转化 人就会开始恢复 如果往坏的方向转化 患者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张仲景把人体的六个防卫的层次 状态写得特别清楚 我觉得这是非常高明的 少阳症的主要表现 当身体抵抗外邪的能量一会儿 足一会儿不足的时候 就叫少阳症 他的主要表现就是 口苦 口干 觉得胃口不好 不想吃东西 心里烦闷 爱发活 容易恶心 网上反酸水 忽冷忽热 胸斜胀痛 闷 这样的人容易失眠多梦 在外感病里 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 也容易有少阳症的这些表现 现在我们也用 调理少阳症的方子 来调理肝气不舒 因为我们知道 足少阳胆 精和肝 胆相关 往往某一经出现病症 它的相关脏腑方面也会出现问题 这就是中医奇妙的地方 中医的体系往往是互相影响的 交织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庞大的体系 这个体系里很多互相关联的地方 并不矛盾 我们现在看 很多人情绪不好 肝气不舒 就是少阳症的表现 所以 我们也可以用张仲景治疗少阳症的方子 小柴虎汤或小柴虎汤加减 如用柴虎加龙骨牡蜜汤 来调理人的肝气不舒 导致的少阳症 这就是后世对张仲景的这些理论的发展 张仲景那时候 主要是用小柴虎汤来治疗外感病 他把思路讲出来了 我们后世要一点点的学习 了解 像这位蒋性患者生病了以后 心烦喜患 往来寒热 这都是少阳症 而少阳症里边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方 就是小柴虎汤 所以其他医生就用小柴虎汤给他治了 结果 用了之后 并没好 这就奇怪了 患者的症状都对上了 怎么用小柴虎汤就不灵呢 这时候患者就请许舒威也来看 许舒威一诊脉 说脉红大而食 少阳症的脉应该是咸的 是肝胆失和的状态 而这位患者的脉非常有劲 就说明有热结在身体里 您用小柴虎汤怎么能除掉呢 力量不够 他为什么这么说 重景云 伤寒十余日 热结在里 赴往来寒热者 与大柴虎 二伏而病除 伤寒了十多天 患者体内就有热结了 热血很胜 这时候还有往来寒热的症状 于是 许舒威就给患者开了大柴虎汤 患者喝了两次 病就好了 这就奇怪了 患者喝了小柴虎汤没效果 怎么用大柴虎汤两服药就好了 大柴虎汤跟小柴虎汤到底有什么区别 大柴虎汤跟小柴虎汤到底有什么区别 大柴虎汤是张仲景考虑到人患病时 并不是按照公式来的病的 不是说太阳病就是绝对的太阳病 有时候正好介于杨明和邵阳之间 身体奋起抵抗的力量还挺强 处于用所有的力量去打仗的高热的状态 但是身体又开始有点不足了 有点少阳的病症 这叫少阳阳明和病 就是两个病症都占了 这时候 您单用小柴虎汤可能就不灵了 要把治疗阳明病的药也用上 将两个思路放在一起 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于是大柴虎汤就应孕而生了 所以 在处理阳明和少阳和病的时候 大柴虎汤的方子里有小柴虎汤的影子 小柴虎汤中有柴虎 黄芹 半 小人参 人参配合浮正气 然后加点至甘草 生姜 大枣 非常简单 大柴虎汤的构成 就是把小柴虎汤里的人参和甘草去掉 说明这时候浮正不是主要的 因为有阳明证时 身体的正气还在 所以就把人参去掉了 甘草是调和猪药的 是和中的 也把它去掉 黄芹 加上大黄 迪荡热血 然后配合指食 指食配大黄 是往下泻的 把热结血出来 再配点勺药 揉干 缓急止痛 因为这种人 热结在里 肚子会疼 猪药配合就增加了往外迪荡热血的作用 小柴虎汤里的柴虎 黄芹 半下都在 调和脾胃的生姜 大枣也在 又加上了往外泻热的大黄 指食这样的药 所以 一边是和解少阳 一边是泄阳明之热 就把阳明少阳和病的症候解决了 阳明少阳和病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症状 主要症状是这样的 少阳症的往来寒热 胸邪苦满 忽腻 心理烦这些感觉都有 阳明症的身体里有热结 按压心下或者胃 疼痛 胀满 大便干燥 哗哗的出汗 肚子里边疼 舌苔黄 麦跳得特别有劲等这些症状也都有 只要碰上上述这些症状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阳明少阳和病 然后给他用大柴虎汤 一边喝解少阳 一边把热斜卸下来 并就好了 许舒威给这位道士用了大柴虎汤以后 他喝了两服 症状就解除了 并就好了 没有大黄就不是大柴虎汤了 这个议案写完以后 许舒威在后边就写了一段论述 乃曰 大黄为将军 故当敌时热 在山寒为耀耀 今大柴虎汤不用 成务也 大黄在中药里边被称为将军之药 能泄热 尤其是食热 当年食热内劫的时候 大黄会泄 它属于寒夏法 因为大黄是寒凉之药 也是治疗伤寒病的非常重要的药 我们看到的主要版本的《伤寒论》 里边的大柴虎汤是没有用大黄的 如果没有大黄 好像就不是大柴虎汤了 这就说明当年《伤寒论》的编辑者 在整理的时候 整理了不同的版本 有的书上大柴虎汤里有大黄 有的书没有 所以它存疑 许书威是著名的《伤寒论》的研究学者 是京方派的开创人之一 他断定大柴虎汤是有大黄的 所以我们现在公认 大柴虎汤里是有大黄的 王叔和约 若不加大黄 恐不明大柴虎 如果不加大黄 这汤就不叫大柴虎汤了 大黄有各种各样的制品 如果我们要卸下 一荡肠道的热血 就用生大黄 效果更好 而且不要酒煎 最好是在要快熬好的时候 把大黄下里边 如果大黄煎的时间长了 他卸下的功能就弱了 大黄用好了能救命 用不好就会伤人 许书威说 古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姚僧元 特别擅长医药 他生活在南北朝时期 这时候朝代更替特别快 他开始在梁武帝那里当官 梁武帝还曾经把他招到宫里跟他聊天 谈论医药很欣赏他 但是皇帝也有自己的心思 他很自负 梁武帝伤寒后高热 他知道大黄是泄热的 他想痛快一下 所以想喝大黄 但不是所有的发热病都该用大黄 姚僧元就劝他说 大黄是快药 泄的力量比较猛 您这么大年纪了 身体弱 用这个药不合适 皇上不听 他有自己的想法 结果喝了大黄 身体越来越糟糕了 后来梁武帝死了以后 姚僧元还在当官 这时候梁元帝得病了 太医们都说要用些平和的药 只有姚僧元主张一定要用大黄 不用大黄并不会好 因为梁元帝是体内有素食 吃东西积在里边了 有热血 所以要用大黄 梁元帝就听了他的话 结果泄下素食 病就好了 您看着大黄是泄药 像毒药一样 但是用好了能救命 用不好就会伤人 因为他的力量比较大 许舒威用这段话来说明 大柴虎汤里是有大黄的 因为你要卸下热血 一定要用大黄 卸掉以后身体就恢复正常了 伤寒的时候会有阳明 少阳和病的情况 这时要一边和节少阳 一边卸阳明之热 大柴虎汤两者兼具 所以能治病 我们学了有什么用呢 大柴虎汤现在广泛应用于什么情况 但凡属于胆胃有食热的 气急不利 身体两侧有疾痛 有比较明显的炎症的时候 就用大柴虎汤和节少阳 把热血卸掉 这是非常有效的 比如急性一线炎 急性胆囊炎等热血导致的疾痛 出现了少阳和阳明合并的症候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大柴虎汤来治疗 这就是张仲景的方子神奇的地方 他创立这个方子 是用来治疗外感病引起的身体的各种病症 但我们领会以后就会发现 后世用来治疗其他方面的疾病都有效果 这是把人体的运转机制给大家讲出来了 我们学大柴虎汤就学它的思路 10.大柴虎汤 用法很广 伤寒发热 眼睛疼 失眠 鼻干 大便不通 出大汗 喝大柴虎汤 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家的子弟叫豪子 得了伤寒 身上发热 出大汗 眼睛疼 失眠 鼻干 大便不通 因为他比较有钱 就请了很多医生来治病 医生来了一摸他的脉 特别大 许舒威来了一看 赶快让他喝大柴虎汤 因为他大便不通 有急着要赶快卸下来 各位医生就吓坏了 说他已经没有经验了 汗又出得多 应该用蜜做成条 塞到肠道里 润肠 让他往下血 不应该用大柴虎汤 许舒威就力争 一定要用大柴虎汤 患者家属一想 许舒威还是很厉害的 于是就给患者喝了两次大柴虎汤 并就好了 这是许舒威用大柴虎汤的一案 山寒九十论一共九十个一案 里边有两个一案用了大柴虎汤 说明许舒威对这个方子特别有心得 非常重视 许舒威怎么敢用大柴虎汤呢 患者其实得了阳明病很多天了 身体开始发热 脉很大 说明他的身体处于激烈反抗的阶段 但是向正气不足的方向转化了 所以他是阳明少阳和病 但是以阳明症为主 一般医生看他开始出大汗 其实是热剩了 怕今夜损伤 所以不敢给他用下法 但许舒威后边就写了一段话 辩论这件事 他说这时候患者虽然出汗了 但是今夜并没有大伤 所以要赶快给他卸下 把热给卸下来 就不会哗哗的出汗 继续损失今夜了 许舒威这时候就抓紧时机用下法 但是卸下的要有很多 许舒威选了大柴虎汤 因为患者失眠 眼睛痛 眼睛跟肝筋有关 同时还深热 鼻肝 大便不通 时脉 寸脉都大 这是有少阳症 大柴虎汤用了很见效 两副就好了 张仲景的方子是治疗外感病的 许舒威特别擅长领会心法 这也是他成为京方大师 京方派创始人之一的原因 为溃疡 必须用大柴虎汤 我们现代一家是怎么把山寒论的方子 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的呢 要点就是抓住方子的主症 有什么症状可以用方子 像用大柴虎汤 我们一定要掌握 它有阳明症的表现 也有少阳症的表现 如果患者出现口苦 咽干 目眩 不欲饮食 往来寒热 心烦 容易恶心 忽逆 失眠多梦 胸邪胀闷这些少阳症 同时有内热 比如胃腕疼痛 心下满痛 暗腹部也痛 大便不通 除汗 台皇这些阳明症的表现 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大柴虎汤症 下面是柳渡周老先生的一个一案 一位性假的男士 60岁 患胃溃疡多年不遇 胃总疼 最近因为气脑 胃疼又复发了 所以 这个病跟肝气部署有关 患者胃疼的严重 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身体里有热 他呕吐酸苦 呕吐跟少阳症一样 网上呕气 酸跟肝经相关 酸苦呕出来了 还加有咖啡色物 这是胃中出的血 刚开始出的是鲜血 时间长一点就是咖啡色 他不能吃东西 跟胃痛有关 也跟胃气上腻有关 患者五天没有血大便了 说明他的身体里其实是有热的 就导致他胃晚去痛 然后出血 像这种患者 他的胃应该是一案就很痛 西医疹为胃溃疡 有穿孔可能 劝他动手术治疗 患者的儿子不肯 就来找刘渡周老先生 刘渡周老先生一诊他的脉 咸滑有力 跟肝气不足 情绪不好有关 脉跳的有力是因为身体里有热 卖滑是因为他的肠道里有淤积 这时候舌苔黄逆 就说明是真的有热了 就寄在里边了 刘老先生便证后发现 他是邵阳和阳明合并 肝火欲欲味 灼伤阴的经络 所以吐的血是咖啡色 因为身体里有热结 所以大便不通 这时候怎么办呢 刘渡周老先生就用大柴壶汤 这个患者的病不是外感导致的 但是它也涉及邵阳和阳明的症候 第一患者有肝气不舒的指针 第二患者身体里有预热 热结于中 大便不通 所以邵阳和阳明的症候都具备食 就可以选用大柴壶汤 这就叫方症对应 就是方字组成是因为一些病基配的药 把这些症状列出来 就叫汤症 不管是外感病 还是内伤病 胃病 心脑血管病 还是其他疾病 只要这些症状在 就调理这些症状 调理完 病就好 这就是京方应用的原则 我就拿大柴壶汤举例子 您看后边的一案 只要有少阳症 又加上内有预热 就可以用方字把身体的郁节解开 这是京方的奥秘 刘渡周老先生就给他开了大柴壶汤 柴壶 黄旗各用12克 半下9克 大黄6克 白烧9克 纸16克 生姜12克 大枣4个 大枣一定要掰开 患者服了一服药以后 大便就通了 现在排出的黑色物有很多粘液 黑色物就是胃出血 流到肠道里去了 开始是鲜红的 时间长了就变黑色了 身体里的淤积泻出来以后 患者的胃疼就减轻了 呕吐也停了 但是因为他很多天没吃东西 身体疲倦 所以 刘渡周老先生就又给他开了点养胃的药 他的病就好了 治疗胃溃疡 也可以用大柴壶汤 慢性胆囊炎 用大柴壶汤 月美中先生也是中医的大师 下面是他治疗慢性胆囊炎的一案 患者李女士 患胆囊炎 胆囊的胃质感觉很疼 按压时也疼 这就说明他的胆囊确实有问题 他的身体经常发热 并出现恶心 食欲不振的症状 恶心是胃气往上腻 很多病症都有这些问题 尤其是少阳胆经的问题 少阳症实际上跟我们的脏腑 经络也是相关的 我们碰到少阳症时 往往有恶心 偶的情况 所以但凡患者有恶心 偶的感觉 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少阳症 因为基本上其他病症出现偶的情况不多 患者还感觉他的肚子胀满 这跟他身有微热是相关的 然后肠里总是矮气往上反 里边有热 这就是中医的辩证的要点 您看一个一案 把他的症状都写出来 然后就能分析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开房子 能找出里边的症状归哪一经 哪一个疼症 我们分析 患者恶心 食欲不振 这跟少阳相关 腹部蓬满有微热 身体热 骨肠矮气 这可能跟阳明相关 身体里边有内热 所以脉大 跳得很有劲 是身体里有湿热的表现 这就是一个内科疾病 胆囊有问题 越美中先生就用大柴虎汤 柴虎12克 白烧9克 只是6克 大黄6克 黄青9克 半下25克 生姜15克 大枣4枚 然后加了金钱草24克 这是清理湿热 舒干力胆的 加清湿热的华石12克 肌内筋12克 患者连福七剂 胃口就越来越好了 鼓掌矮气菌大减 然后又吃了原方四剂 他两斜的疼痛就减轻了 少阳症也轻了 但是身体里还有点微热 于是改用小柴虎汤家憋甲 青豪 青椒 育精致致 小柴虎汤有往外透发的作用 憋甲 青豪等也都是往外透的 所以 治好这个患者就没问题了 情绪不好导致的吐血病 用大柴虎汤 再讲一个金方大师赵守珍先生的意案 患者叫黄湘群 性格特别急躁 其实过去的医生看病 基本上都要了解患者的性格 赵守珍先生 他就把患者的性格写出来了 患者到了知天病之年 还是有豪霞之气 得过吐血的病 我们要知道 身体里有内热时 就容易血破忘形 吐血 患者的吐血病30年没发作了 但在1946年 因为境遇不佳 所以他情绪不好 脸上经常看不到喜悦之色 一天早上 他突然吐了好多血 有很多紫黑色的愉快 半日后上不时零星而出 于是他就把断发炭 断了头发 有止血的作用 用铜便冲服 铜便也有止血的作用 出血就止住了 但血止住之后 他还是感觉胸隔里胀满 有腥气 午后发潮热 半个月都没治好 病情开始恶化了 他就请他的家族里边的一个胸长去诊断 但很多天都没有效果 还病得越来越厉害了 于是他就请赵守珍先生来治 赵守珍说 他的脉象琴弦一样 跳得快 说明跟少阳相关 跟肝气补书相关 舌苔皇后 说明他的身体里有热 胸鞋皮满 这就是少阳症 他还时不时网上呕 口苦 不想吃东西 这也是少阳症 大便数日一行 这里露出了一个端倪 他体内有热 这跟他经常午后发潮热 性格都有相关性 因为有热消耗了今夜 体液越来越少 所以大便就不通畅了 赵守珍先生判断 他甘气不输 甘胆失和 有少阳症 体内有热 大便不行 所以有阳明症 于是赵守珍先生 处以大拆虎腾开 预清热 加花锐时 断炎冲服 清淤 患者开始服了两剂 没有感觉 喝第三剂时 就便写数次 兼有愉快 写一下来 身体的热才退掉 然后患者的胸格 慢慢的不胀满了 开始舒畅了 口中心气减少了 赵守珍先生说 这是解育和肝了 继而给患者清理余热 改头单支 逍遥散加嵌草 单身 患者又喝了五剂 基本上病就好了 然后用了点养血开胃的药 患者就康复了 我当年学中医就是这么学的 我读博士第一年时 用了一年的时间 把伤寒论里的这些方子 古代大家的议案都拿来分析 他为什么会这样 书都被我翻散了 一页一页的都飞开了 我觉得这一年 对我的中医理论的提升特别重要 在这之后 我再看中医就能看得更清晰一些了 诊断跟精方治疗的方向 调理的方法 养能对上 您理解以后就能知道 精方不只是治疗外感病的 对于内科病 它也有指导作用 张栋井的每个方子里都有思路 他的治疗方向特别清晰 这就是张栋井特别伟大的地方 您把思路掌握以后 不一定就完全用大柴虎汤 您可以在里面加其他的药 比如上面的一岸加金钱草等等 用他的思路就行 治疗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精方的奥秘 精方的珍贵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